花蓮縣婦女會第27到28屆新卸任理事長交接典禮 20號上午舉行 健良徐正衛見證之下 由卸任理事長林春美交接給新任理事長邱美雲 現場貴賓雲集簡單又隆重 花蓮縣婦女會第27、28屆新卸任理事長交接典禮 20號上午在吉安鄉好客藝術村省大舉行 除了各地區婦女會幹部全都到場 普通中也來了各級民意代表 而縣長徐正衛也親自到場 並在所有人的見證下 由卸任理事長林春美交接給新任理事長邱美雲 花蓮縣的婦女會走得更長更遠 而且更加的好更加的豐富 有賴於我們各鄉鄉市的所有理事長一起協助對不對 每一位理事長所必須接受的任務 就是把13鄉鄉婦女會 大家的凝聚率結合在一起 然後她的團結的力量 才會顯現出女力的團結 簡單的來說每一位女性她的角色都有不同 可是在每一個角色每一個女性所扮演的 都是家庭最重要的資助 花蓮縣婦女會第28屆新任理事長邱美雲 同時也是吉安鄉民代表會主席 她表示未來會透過辦理各項培訓活動 讓婦女除了在家庭以外也能培養更多技能 為地方婦女姐妹爭取更多的權益 記者 許麗琴 吉安鄉報導